在29歲就真的環遊世界80天的陳美竹坐在我的旁邊 他回來以後前面很辛苦跟他妹妹完成了這一套 大家都很想但是只有他們完成了這個旅程之後寫了一本書 我這本書真的是其實在這個之前你出國三次 對不對 出了第三次是比較長一點的歐洲之旅 也就是說這80天裡面110多天 其實大部分國家你沒去過 對啊當然 所以真的是平衡那本書你把它串起來 就是人家走過了我要再走過一次 那你可不可以先跟我講說書出來以後的迴響 先講在路上你的這個網站上面那個 舊與新資全部都慢慢都出現了先講這一段 是是是 其實有因為那時候我架了一個網站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我們把沿途的見聞都PO上去 所以後來就有很多人在流傳這個網站 所以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一開始的時候都是親朋好友上來留言 那有一陣子都是不認識的人 因為網站開始螺傳了 因為網站開始螺傳了 然後那人次也抱贈 那後來到後來那個階段是 又出現了很多多年不見的多小同學 多年不見的多小同學 對然後他們的留言就說 蛤沒想到你竟然 當初在班上是很乖的你啊 對 對 對 那我覺得我發現其實這個東西 觸動很多人心裡面的夢想 因為大家都有這個想法 真的 對 就刺激我們這些只會看菜單的人 你們真的有去點菜了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那個過程當中最有趣 好 那剛開始你遞了三十幾個企劃案 但是都沒人要贊助你們 但是回來 你竟然出書了 是怎樣 自然而然的 對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當然 很多人都會 就是有這種的經驗都會跟你說 欸應該出書 然後記得我們那時候 我們在網站上 搜到兩三個出版社的邀約 對 在回來之前還是回來之後 在回來 在還在走的時候 你看 對 那不過那個時候是 當然 在那之前其實 我就透過朋友 就 就是我都認識了大塊出版社 是 編輯 對 然後他們也高度關注我們這趟旅行 對 所以後來我們回來之後 我覺得還蠻融洩 就是 在我蠻喜歡的出版社 還蠻佩服的好先生 他們 那個 V先生他們這邊出版 他們說 事先就是 認同跟肯定你的行程 可是有沒有贊助一下啊 哈哈 沒有我想 人家都會有遠見 嗯 沒有我覺得其實這個部分 我覺得如果有這個想法的話 嗯 當然 當你還沒有 做出什麼時候 我覺得 通常要得到贊助就不太容易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那時候 三十幾家的 嗯 提這樣子的一個 計畫 那後來有贊助我們 的確有 有 但是大部分的都不是贊助我們金錢 都是贊助我們 就是他的 物資 嗯 對 例如像 霏螂露營用品公司的老闆 就很大方 然後就說 好啊 那就贊助我們所有的裝備 太棒了 對 衣服啊 穿的啊 背包啊 這些東西 睡袋啊 都贊助我們最好的 那我們還蠻感謝 一個人省了四萬多塊的 就是裝備 裝備 對 那時候鞋子是 我記得蠻特別的 我們打到Nike Nike就說 好啊 那你們穿幾號鞋需要幾雙 我想我們子弟現在怎麼厲害 也大概一人需要兩雙而已 是 對 那所以後來他就快避了 兩雙 結果實際用了幾雙 就兩雙 就是東跟下 我帶我女兒環遊世界 真的把鞋子走壞 對對 真的走壞 一個防水的一個 一個下 比較散熱的 謝謝霏螂也謝謝Nike 我覺得真的是 總計贊助我們兩個在比電這樣子 對啊 所以其實那時候 雖然還蠻關鍵的 因為如果這些東西都去購買 也是可以花很多錢這樣子 你那時候沒有比電 還是比電不夠好 其實不夠好 有超故障 大概撐不了整套 那你真的是在眾人祝福之下 才成行 對 其實還蠻感謝這麼多人的善意 所以幫我們完成了這些 所以我們表面上說 環遊世界很容易 你要採取取行動 事實上環遊世界也沒那麼容易 也是要很多資源的配合 對啊 所以平常就是要做好功課 好那再接下來我就要問 那回來以後 初書 初書以後造成的迴響 其實我覺得初書這件事情 我覺得對我來講很喜歡 因為我自己本身 從小就喜歡寫東西 對然後從小我自願就是做家 然後就是 而且就是有這個 就是自己從小都是 就是自己很蠻自豪自己寫東西這樣 所以其實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剛好把我最喜歡的事情 都結合在一起做 就寫一些書 所以我覺得那個是很美好 就是很單純的分享自己出來 然後在那個過程當中 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讓我很影響 就是出完書之後 大家可能反應 對那很多人就會 來告訴我們說 他有什麼樣的夢想 我覺得最直接的就是 曾經有那種 呃 電子公司 這是客企業老闆 然後透過出版社找到我們 約我們吃飯 然後他就是問我們一件事情 就是說他要退休 他公司要賣掉 然後他想要環遊世界 可不可以幫他規劃 那這個當時我花了30萬 環遊世界100多天啊 他說他不用那麼多 他不用那麼少 他不用那麼深 他說Double再Double都可以 可是後來我發現 只有一對夫妻的情況之下 Double再Double 就像我剛講的兩次 會發是大不到 所以我後來開啟了一個 可能就是說 那有可能一群人一起去 嗯 所以才開始組團 2008年 環遊世界56天 等一下 也是2004年回來的 對 呃出書 是經過多久的時間 書出來 呃 其實在我旅程已經 就寫了70%了 其實回來經過多久 回來經過整理 所以我是呃 4月回來 那7月就出了 7月出了 對 那麼 然後自己生日禮物這樣 哇太棒了 哈哈哈哈 7月出了 那後來 後來這個 呃就造成很多聯誼嘛 就激起很多人的話題 對 也有很多機會去演講分享 對啊 然後你知道嗎 有人就用你的說 去激勵中措生 是喔 對 所以這個對社會 就是提出了很多的 正面的話題 那你說到了2008年 才開始 就是幫別人規劃 人數多的 其實在那之前都有 我們回來以後 就考了一對執照 那也很多朋友 親朋友都會關注說 你什麼時候還要去哪裡 所以那時候有 我們到小市 有排了幾個行程 有帶人去了一些地方 那時候人數少的吧 嗯 都10幾位這樣 10幾位去了哪裡 去澳洲 然後去亞洲 去一些地方這樣子 那就是基本上是 也都是希望走一些市面上沒有的地方 沒有的地方 所以澳洲那次就去艾爾斯 去西澳 去一些叫特殊的地方這樣 所以你現在已經知道了 就是我們都知道 就是15個人的行程 是比較可以得到很多的那個 對 因為大家就是一起去其實 那個 對 團體飄啊 等於那個 等於那個 都省很多 其實如果你團體飄 再加上你的團體的折扣 這樣子加加起來 其實真的一趟旅程 可能 參團也許省了30% 40% 哇那40%很高 那等於那段時間 就是你已經有 留到小市去 把它做規劃的事情嗎 對 然後也有 那段時間 然後也有 那段時間我在走一個旅行 就是有了航海玩球 哇好棒喔 對 我的大學同學是跟我講說 一定要 歐洲一定要做河輪 嗯 是超好玩的 玩起來最舒服的 對對對 有河輪啊 欸小姐 那我要問一下 妳那時候妳是怎樣 就靠這個舒適板 所以就可以不用工作 都在規劃完吧 沒有我自己成立了一個工作室 但是還蠻幸運的 如果自己物質慾望不是很高 所以我覺得其實 在那時候演講 就是足夠自身 一個健康 妳的生活的收益這樣子 非常棒 對那所以我還比較幸運 我可以做一點想做的事情 這樣 對 那所以這樣子就經過了嗎 嗯 對然後後來就 那心理想變 對因為可能對旅行想法太多了 就是我覺得 該怎麼樣不該怎麼樣 然後哪些地方 就是我 我 always 定義著 這一類的東西在看 所以就是 因為想法太多 所以我後來覺得 我找到最好的方式就是 規劃旅行 因為我自己有這個熱情 哪一年 決定這個是妳要做的初衷 嗯 我05年開始就成立工作室了 嗯 然後之後就一直有這方面 嗯 對2005年 然後就一直有規劃旅行 那08年的時候是第一次 帶人環球一批 嗯 對環遊世界五十六天 那是一個暑假的整個旅程 就繞著地球跑 然後跑一周這樣子 對 嗯 嗯 十六個人 但是是跟上一次的行程 不一樣的固件 嗯 不完全一樣 有一部分一樣 百分之幾重疊 嗯 重疊的還蠻多了啦 一半以上 但是有一些地方 都是吸引人 對 那從2008年以後 妳就積極的 那09年 策劃這個行程 那09年是有點瘋狂的 因為跑了兩趟的環球旅行 對 就是一次是北半球 一次是南半球 很幸運是跟台灣最強的一個平台 是 就是熊斯旅遊的一個 主體有部門團隊合作 嗯 所以其實在一群專業的人 一起協助之下 嗯 那我覺得其實 在這個階段又不一樣了 其實我覺得是 要提升自己的專業到 符合不同的客人的期待 因為客人很多是玩家 嗯 玩家級的 然後環遊世界是他們 想了一輩子的 盼望很久的夢想 嗯 對所以其實 而且他們期待的品質 其實台灣人希望的還是 吃好住好 各方面都不錯 對啦 所以你要在合理的預算 然後排到很好的品質 其實 然後又很特別的 獨到的見證跟安排 然後讓他們覺得永生難忘 我覺得其實這實力 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你從剛開始 要靠這個互助會 才能出國的 那樣的省事兼用的行程 到現在就是吃好住好 也顧到品質的 你現在都已經熟悉了 滿是 整個了解市場 對 所以現在就是 後半輩子要做的事情 我大概也不用問你了吧 應該都是跟旅遊脫不了的關係 就是規劃行程對不對 對 那這樣跟當初次也這樣 就是單打獨鬥 兩個姐妹走天雅 跟現在這個規劃 這個心情有什麼不同 最後我想請老師講 我覺得 心情的不同 心情的不同 我覺得我應該是變成一個 有點像導演的角色 導演啊 對也許是這樣 這整個都加在一起 對 然後我覺得 可是在那過程當中 我真的聯絡到說 其實不管是哪一個年齡層 不管是背包客 不管是退休族 其實我覺得都應該是 要及時去掌握夢想 其實說真的退休族 你不需要被鼓勵嗎 其實他們有時候也反而是 那個最延遲夢想的問題 這樣 我跟你講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腦力體力財力 還有行動這些行動 但是在我到現在為止 幫過56個人還錢的經驗裡面 我真的其實感觸非常多 我看到很多人的人生 那也接觸了大概兩三千個 退休族群 那我覺得真的退休有一個 黃金五年 真的你有夢想趕快去做 為什麼五年 這個其實是 你要做遠的計劃 或者是環遊世界 這種比較大的計劃的時候 有時候需要一點衝動的勇氣 跟旁邊的支持 剛退休是最適合的 那我看到很多人說 關於你的這個環遊世界是有哪些族群 我們下一堂課再請美書跟我分享 現在我想要告訴我們 就是說 你現在已經成功的持續的 從2008年就開始 對 帶人家真的走 現在是跟熊市旅行車 對對對 我今天非常訝異的 我想說你來跟我談談看 看看我有沒有可能成績 結果你拿了兩本冊子出來 這一本是 這個是環遊世界的北半球編 北半球 對 冬季還是 夏季的 這是通常是在7月 另外一個 那這個是在冬季的 冬季的 就是在11月左右出發 然後是走南半球跟南極 然後這個是北半球跟北極這樣子 還幫過北極喔 對對對 集地也去喔 對對對 就集圈一些地方 所以環遊世界80天肯定是沒有南北極 可是現在呢 我們美族現在已經帶人家這個 哇地球 好像走廚咖一樣 像北極 像南極 一年真的也給你地球駕駛 哇實在是不知道要羨慕還是忌妒 我們今天先上課上到這裡 好 謝謝 謝謝